哈囉大家好 我是喵爾歌儀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有可以彈唱群魔 是來自盧廣仲的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這首歌超好聽 但是和弦非常非常的多 應該是我們學到的所有歌曲中最多的一首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C 和弦無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三瓶 M 和弦用中指放在最上面這根琴弦的第二瓶 加一個十指放在二弦第一瓶 這個是 F 和弦 在 F 和弦的基礎上 把無名指放到三弦的第二瓶 這個是 DM 和弦 好的 EM 十指放在三弦第二瓶 中指放在一弦的第二瓶 這個時候把無名指放到二弦的第三瓶 變成 G 和弦 OK GM 和弦你要橫按住一二弦的第一瓶 然後你用中指放在三弦的第二瓶 這個是 GM 它就相當於降幣少一個 但是你後面大拇指幫忙往前頂 OK 好 FM 十指放在四弦第一瓶 中指放在二弦的第一瓶 然後用小拇指放在一弦的第三瓶 小拇指打不開 或者是小拇指沒力氣的人 這根琴弦就會發不出聲音 或者聲音很難聽 這個時候你要訓練一下自己的小拇指 比如說用小拇指來爬鴿子 訓練一下自己的小拇指 FM 和弦 17 和弦 十指放在四弦第一瓶 中指放在三弦第二瓶 五名指放在一弦的第二瓶 這個不難 D7 十指放在四弦的第二瓶 中指放在二弦的第二瓶 好下一個是聲音C的增三和弦 然後我們要用十指放在二弦第一瓶 中指放在三弦第一瓶 然後用五名指放在四弦的第二瓶 音怪怪的 但是放到裡面就會很好聽 然後下一個是AM7和弦 平時我們AM7就是不按就可以了 那我們這次的按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我們要十指橫按住一二弦的第三瓶 然後用中指放在三弦的第四瓶 OK 最後一個是BM7和弦 你要用十指橫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二瓶 同樣的如果你哪一根琴弦發不出聲音 就是那個位置沒按好 好不好 然後大拇指幫忙往前頂 實在不行了 再把中指點加上去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首歌要用到的節奏型 首先呢 是我們鋪子裡面 和弦有畫下滑線的部分 就比較簡單 我們用三根手指頭 同時抓齊這三根琴弦 最上面四弦 跟下面兩根一二弦 同時抓起來 好 撥三弦 撥二弦 撥三弦 就是抓三二三 比如說呢 第一句BM7跟17 有個下滑線 那我們就BM7 抓三二三 17 抓三二三 這樣彈 那第一個呢 C和弦它沒有下滑線 彈的是什麼呢 是抓三二三 後面再加一個 一弦 三弦 二弦 三弦 合起來就是 抓三二三 一三二三 所謂C和弦就是 按住C和弦彈 抓三二三 一三二三 BM7有下滑線就是 抓三二三 抓三二三 EM Music 所以大家看譜子的時候要注意喔 和弦有沒有下滑線 然後把它區分清楚 這個時候呢就可以加唱詞了 好幾次我告訴我自己 越想努力趕上光的影 EM7很特別 越無法重立而已 Gentlemen 刻骨銘心只有我自己 好不容易交出真心的勇氣 你沉默的回應 是善意 最後這個G和弦呢 你可以用我們 剛剛那個節奏型 你可以自拍音 爬下去就好 但是要喊拍喔 一二三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忘記了時間 忘記了時間這回事 於是謊言說了 一次就一輩子 曾忘顧變世界對峙 覺得連呼吸都是奢侈 如果有下次 如果有下次 我會再愛一次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你藏在尘封的位置 要不是這樣 我怎麼活過一輩子 我住在霓虹的城市 我就飛向天堂的地址 你可以翱翔 可是我只能停止 好那第二段呢 也是一樣唱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和弦雖然比較多 其實也不會特別的拿齁 所以如果比如說 F轉到FM你的轉換很慢的話呢 你就其他不要練 停下來 就只練FM FM 只是打個比方 就是如果你兩個地方不順 你一定要停下來 堅持練習那個地方就好 好不好 最後呢 我們要來看的是前奏的部分 前奏的部分呢 我們一共安排了四個小節 首先呢 我們把每一個小節 平均分成八等份 就可以打拍子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一個小節呢 C和弦 然後呢 我們用中指放在一弦第三平 四跟琴弦都抓起來 拨四弦的空弦音 然後有個一弦五平有沒有 用小拇指 然後又是四弦空弦音 這個時候呢 把十指放到一弦的二平 其他手指頭放掉 又是四弦空弦音 再把中指放回 一弦的三平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後的這個一弦三平呢 是七八 第二個小節呢 一弦三平 二弦放五平 二弦放五平 然後三弦放四平 那手型可以這樣安排 同時抓起來 然後同樣撥四弦的空弦音 然後呢 小拇指放一弦五平 四弦空弦音 然後這個時候呢 馬上把十指移回一弦的二平 四弦空弦音 同樣把中指放進來 三平 好所以這個小節呢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三根小節呢 大家可以先用十指 同時好按住一二三四弦的第五平 這樣安排會方便一點 然後拉中間兩根琴弦 再拨三弦 然後把無名指放到一弦的第七平 再拨三弦 這時候把中指放到四弦的第六平 再拨三弦 然後就可以放掉拨一弦的第五平 這個小節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沒有 最後一個七八一定要延長囉 好 最後呢我們把二弦的四平 跟三弦的五平先按好 都是拉這兩根 然後拨三二 一弦趕緊用十指放到三平 好 緊接著大拨 小拇指 小拇指 小拇指要放到一弦的第八平 這個小節呢就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要延長齁 好我們把整個前奏示範一遍 好 好啦以上就是這節課所有的內容了 如果你是女生唱這首歌的話 可以用變調夾 夾在一瓶或者二瓶的位置 會更方便唱一點好不好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音域來做調整 如果你把這首歌學下來了 歡迎大家向我提交視頻作為 記得要添加話題一起彈尤克麗麗 其他想學的歌曲呢 也可以在留言底下告訴我 這節課就是這樣子囉 掰掰